來看農若保在今年的七月底 公告是新版的動物電源管理辦法 規定說不可以來進行不同的電源 也禁止跟人有活動的行為 一些海洋海底的表演都要轉行 華人的外鄉海洋公園就宣布說 每年代開始就不會還有海底的表演 未來要轉行做 夠有期待 乖乖我在嘴在那邊 讓他有希望 華人海洋公園的海底的表演 已經不讓海底演出貴壓性動物的行為 而且也減少表演的時間 改造是夠有平台 讓UK用夢園來體驗 目前本地都有五隻海底 我覺得只要可以跟海豚有互動 我們不一定需要他表演 就像我們今天來這邊互動 可以更了解他 然後還可以摸摸他 再來目前海洋公園的表演 主要有壓力海洋世界 和華人海洋公園 其中華人海洋公園的動物表演 他們的許可是夠一百零五年 不然也會收到壓制煙動的申請 他們的動物展演許可證 直到一百一四五年就截止了 那如果都要申請延長的部分的話 要經過海保署的這邊的同意 他展演的一個內容跟項目以後 才可以更做一個展演的延長許可 還有狂風表演 其實將自從一六年開始 就採用海滋表演特定的計劃 雖然還有海滋的表演 不過內容都有負責國政府 要處理的方式來進行 未來如果沒有再申請延長 就會向海洋公園的方向來走 後續的轉型 我們將成為亞洲最大的一個 金屯救援教育基地 將提供我們的場域 還有我們獸醫的專業知識 及留下來的海豚 提供給保育金屯類最佳的一個 後援的一個教育基地 農博團體人員說 目前世界上已經有13個國家 沒有問准為著五路 來飼海洋和海地 像加拿大和法國也到達在鐵場 對這個法案的修正他們是很固定 像動物園的動物們也不會把它當作是娛樂 那為什麼海豚它會是一種 被娛樂為一個方向出發點的動物呢 對 其實這是我們一直在思考的 所以這一次的修訂 它確實是奠定了一個這樣子的基礎 另外這海地未來是要壓迫 或是跟他們照顧到老 也讓他們去大家的關注 因為長久以來都是人在跟著的 他們可能已經是去壓迫 最順利的力量 目前業者還在專家研究 希望找到上海社會的方式來替典 記者 綜合佛道